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李承入聘港大感叹之中派被美国边缘化 曾连续与马英九对谈两岸关系 知名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李承 今年7月结束长达38年的旅美生涯 落脚香港大学继续钻研中国问题 他接受专访说 决定离美主因在于 当今美国决策层若干人不信任华裔 甚至边缘化之中派的专家 据中央社引述香港网络媒体 林妖今天专访李承 据李承抱怨 现在美国决策层有些人不信任华裔 甚至不希望跟中国接触 更打算与中国脱钩 他说 这其中当然也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成分 华府也确实存在着麦卡锡主义 美国政治和社会 也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撕裂 这是让我也很惊讶的 李承表示 与此同时 美国之中派专家也被排挤 被边人化 包括刚过世的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还有首度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 利益相关者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 Robert Zolik 他还说 并包括非常受尊敬 曾被品位之中派榜首的学者 蓝普顿 David M. Lantern 如今美国政府已甚少咨询他们 李承表示 面对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在华府已经做不了什么事 当然 这背后也有对中美关系的整体评估 那就是我认为 短时间内中美两国关系无法扭转 据李承说 尤其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主政后期 联邦调查局 FBI颁布的中国项目 对华裔科学家具有强烈的种族定性 造成数千华裔科学家李美 其中大多转往中国 香港 新加坡 李承是谁 他为何会感叹 至终派在美国被边缘化 李承 学术生涯与专业背景 李承 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长期在美国从事学术工作 在美期间 他曾任教于多所著名大学 并在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 以及中国政治经济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李承博士的研究 深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尊重 他的论述和见解 经常被引用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之中 之中派专家的边缘化 在美国 所谓的之中派 指的是那些对中国有深入了解 并主张通过交流与合作 来处理中美关系的学者 与政策专家 然而 随着美中关系的紧张 这一派别 在美国政策制定圈中 逐渐被边缘化 李承博士指出 这一趋势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变得尤为明显 许多有丰富中国经验和知识的专家 在政策讨论中的影响力 显著减弱 美国对华裔的不信任 李承博士提到 在当前的美国社会和政治环境中 华裔美国人和之中派专家 面临着不信任和怀疑 他认为 这种不信任的氛围 部分源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并且在政治上呈现出麦卡锡主义的特征 这种环境 对于那些在美国从事科研和学术工作的 华裔专业人士 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美关系的未来展望 面对当前的政治氛围 李承博士对于短期内中美关系能否出现根本性改善 持悲观态度 他认为 由于美国内部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和战略竞争观念的增强 中美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李承博士的新起点 在美国经历了38年的学术和专业生涯后 李承博士决定于2023年7月离开美国加入香港大学 在这里 他将继续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并希望能够在一个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学术环境中 发挥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结语 李承博士的经历和见解为我们提供了 对当前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内部政策制定环境的深刻洞察 他的转变同时也反映了国际学术界 在全球政治变迁中的新动向 以及专家们对于维护专业自由和学术独立性的不懈追求 随着李承博士在香港大学的新职位 他的研究和影响力将继续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发光发热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关于李承博士的新闻 作为一位长期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的中美关系专家 他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之中派在美国被边缘化的感叹 他指出美国当前的决策层对华裔存在不信任和边缘化的态度 甚至打算与中国断交 这种情况让他感到震惊 李承博士的离开反映了美中关系的复杂现实 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 中美关系的紧张导致了之中派在美国政策圈中的边缘化 许多在中国领域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专家 在政策讨论中的影响力显著降低 这种情况对在美国从事科研和学术工作的华裔专业人士 产生了负面影响 李承博士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认为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和战略竞争观念的增强 中美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 李承博士的离开并不意味着他的研究和影响力的终结 相反 他将在香港大学继续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并希望能够在一个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学术环境中发挥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最后 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你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 之中派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应该如何发挥 让我们一起分享想法 探讨这个重要话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